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这个比2012年 找工作的大学生增加19万人 就是说再次刷新记录 总共有699万学生找工作 今年有600多少 你看今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 然后呢 问题在于呢 因为现在的这个经济啊 有点不振 所以呢 这个这个找工作的这个职位 又在下跌 所以你说这两下子 这个这个你想有199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天其实我也想谈 就那天记不记得我们谈到退休 对 延迟这件事 退休延迟这件事是全世界都在谈的事情 就是这种已发达国家 然后人口老化 于是就看起来年龄 退休年龄应该要晚一点 那退休年龄晚意味着什么呢 就表示说在这个职场上 原来站着这些钢位的人 他继续在 那等于说一个已经到了最高级别的那些人 他多干五年 那就整个往上的那个流通啊 就堵住了五年了 或者多堵了几年 这么多堵一批呢 那就等于下面的就更上不去 那所以这是个世界趋势 对 而且还有个世界趋势 尤其欧洲 美国特别严重 欧洲更是重灾区 就青少年就业困难 其实是世界性的 所以你看欧洲为什么那时候 柴切尔夫人死的时候 英国一帮的年轻人 根本柴切尔当政的时候还没出生 萨切尔夫人 萨切尔夫人 他都去抗议了 那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欧洲最惨的那批人 就大学毕业了 然后而且他们念书的时候 正好是学费也贵了 他们负担高了 负债多了 然后一毕业又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经济不好 贫富差距大 他们正好就处在最下层 那所以中国现在我觉得是开始有点提前的 就明明我们还不是一个很均富 大家都有钱的一个地方 但提前的去面对了这些国家的问题 你说最近这个人民日报不还批评80后 暮气沉沉吗 人民日报说的没错 这个我见到的很多80后就早老的现象 就是因为啊 这不是说吗 中国可能是30年啊 不是都说走了西方300年的路吗 所以今天的青年呢 也老不快 跟文道一样 还没年轻直接就老了 我确实去见到很多80后的这个孩子 你说80后现在多少 30吗 有30了吗 就是这个岁数的 30多 就30左右吧 30上下 就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碰着比他们年龄小的 因为我在旁边啊 我说你置我与何地啊 经常叼这个烟呢 我就看摆出一副隆中老态 或者看破红尘的样子 说哎我们老了 我说我在旁边 我说你有脸说 哎就是他好像觉得短短的几年呢 是不是他经历了太多 因为读书 你想其实他们比我们不幸运 课业负担 又是特别重的一代人 从小到大 而且呢 独生子女 对吧 没个哥哥姐姐妹妹的 对吧 然后呢 到现在又是大学 硬赶上大学扩招 又是这种啊 大学生屌丝化 是吧 找工作又是最拥挤的 这个时候 拼爹的时代又到了 确实是觉得一下子老了很多 这叫做未经人道便已扬尾 这太悲惨 但是我常常在想这种问题 到底有多少是 我们国家自己的独特情况 我们有自己的问题呢 还是有一些 扩招这是独特的情况 对这肯定是 但也有些是世界性的 你比如说学历贬值啊 对 这个学历贬值某程度上讲是世界性的 甚至我觉得贬值都是世界性的 对 今天这个世界没什么东西不再贬值 是不贬值的 对 而你因为这当然是因为大家都经历过一个大学扩张的时期嘛 那所以当然大家都贬值 但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 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 就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 全球的大学 他们都出现了某种的财务转移 就是把这个财政要推到学生身上 或者捐款身上 国家慢慢的往后退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大家拼命想办法进大学呢 到了最后能不能进大学 有时候直接比的是钱 我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啊 我们今天说中国的很多大学生良幼不齐 因为学校太多了 学生太多了 那这个学生给你看这个成绩比较好 你都觉得不能相信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请刚毕业的学生 是因为你就无法判断 他到底行不行吗 但是换回来 假如一个人拿着哈佛的毕业证书 牛津的 你觉得就能相信吗 我跟你讲都不一定 对 因为在过去几年 美国就跟英国都有一些很严肃的一些学者 写书探讨这个问题 就说这些长春藤大学 过去几年 他们招请了太多有家庭背景的 家里头愿给学校捐钱的人 这些孩子 那首先有一批就是本来因为家里条件好 所以他从小各方面优越 那也就罢了 但还有一些 其实是不怎么样 但是因为家里头有关系有背景 大学也给他开个口 就今天连这些老牌名牌大学也都搞这套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是这样 比如说英国有些名牌学校 他拿中国办官方机构给的钱 成立什么研究中心 然后招了一些中国学生 那这里面他也就有点放松 有点松懈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问题差不多嘛 那就是说这个长春藤也在贬值 今天你也得看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都在贬值 不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还是我们过去把大学当做精英 现在呢大学就是一个普通校域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尤其在今天 比方说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乡下的地方 谁考上了清华北大要立项了 你将来卖猪肉就要就成为一个大新闻了等等 所以所有这些还是是中国历来科举制度的文化影响 在心理上 包括香港也是 香港曾几何时在1967年之前 香港只有人口的2%能够读大学 所以读出来就一定是精英 就是说那现在香港也还是少 17% 但是内地都到了3%40%了 台湾是100%了 美国也超过50%了 5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毛主席要对付知识分子 全国的高中生以上的知识分子 500万人 所以他们开玩笑说 以德服人 要是真要镇压你们 我们军队就有500万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 连高中生以上只有500万 所以能高中毕业以上 就算知识分子 秀才 这个观念变化 滞后于社会的实际的变化 社会实际的变化 现在是你要到好的中学教书 现在就要研究生 说是 你没有研究生就没办法了 好的中学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都考研嘛 所以你说 就是说香港也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的变化 就是说一个从 你以为你读了大学 就是知识分子 不是了 这只是一个普通公民 受的一般教育 你要做知识分子 再上一层楼 再上一层楼 我觉得博士 也不是知识分子 那我们组里 有的实习生就是博士 他俩博士呢 在英国大学拿博士 我没觉着他是个学者 他不是在这 但不管怎么样 他在 断插到水的 他在学历上 他很多找工作 比方说 现在有很多很简单 比如我们这里 一旦有个位置 一open了 一找工作 比方我这个位置一找 一百个人来申请 其中五十个 是有博士学位的 你就什么脑筋都不动 另外五十个 就被刷掉了 你知道 就是这样 你知道前一阵 我在参考消息上 看见这个外国人报道 就很有意思 说是这个南京 南京市政府啊 这个一个小职员 招这个公务员 很低职位一个科员吧 就是南京市政府 南京市的这么一个 一个科员 要招考公务员 然后呢 寄来了很多这个报名的 报名人众多嘛 就考一个公务员 可是后来发现呢 说这个报名的人当中啊 竟然还有范冰冰 然后又看来 同名同姓吧 但是你说同名同姓 还有张子怡 然后好家伙 怎么这么多呢 感觉全中国很多明星 都在报名 这个有关部门就调查了 说这我们这么受欢迎吗 后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个小子 他要应征这个职位 于是呢 他就炮制了 一大堆 这个虚假的报名表 但是这他为什么要炮制 这些虚假的报名表呢 就是第一 他呀 你知道他炮制了多少 他炮制的这些 范冰冰 张子怡 赵薇什么 应召的这个 占了总报名表的一半 他一方面呢 他就想用这个报名 制造一个报名众多的假象 把那些其他的应征者吓走 因为那些人一看 哎呦 一千个报名的就不报了吗 就说这报名特别多 实际上有一半 是他给伪造的 然后呢 他觉得他又不能报真的 就这么多都是假的 一看都是荒谬的嘛 哎 他就比较 他是个真的嘛 他的报名就比较容易被接受 就这他动这个心思 然后这个参考消息 这个报道的角度就是说 这证明 你看外国外国外国记者说 中国这么精明的人才 都想削尖脑袋当公务员 说明现在公务员有多火 他是说明这个人很精明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徐老师女儿 是上了好学校了 但是是不是也贬值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希望他们 他们那个倒还好 那个是因为 大家认得那个 那个 他那个学院 现在重要的不是你哪个大学 而是你大学里面 某些专业 人家大概知道行情 就行内人 会有一个判断 他们的苦恼是 他都知道 将来在全世界 最好的一些位置 就是他的这些同学在竞争 所以很残酷 他刚刚很开心的 找到一个夏天 这个实习的工作 可是接下来之后 就给我发一个短信 说跟他一起合作的同学 帮贝律明工作 今年夏天 你看 你看这种 这种竞争就是非常之大 层次不同 但是 但是我最近 跟我的一些毕业生 就是我的十几年前 香港的同学毕业生 他们又重新请我吃饭 一起聚 都是 现在都快三十多岁了 都有家庭 有小孩了 你知道很奇怪 虽然这么紧张 但是最后 大家都会找到事情 而且最后 还都差不多 这个是香港的 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大部分都到了中学工作 现在差不多 每个月都是四五万 中学老师 中学老师 都五万 两夫妻就是十万 然后工作就非常辛苦 然后买了个房子 你别看他两个人 一人五万 香港买了 就是买房子就去掉五万 住的还是几十平方的 你都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 住不住在上学在天水围 住不住在清一 自己的学校在港岛 就这么辛苦的工作 一个个都是 灰不溜秋 无可奈何 但是你怎么办呢 你真的很难说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幸福 跟大陆的相比 大陆的情况是 你找到一批旧同学来说 那差别之大 那真的 那毕业十几年以后 有的人就是到现在 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那有的人就是什么 部长助理 上市工程 有的人自己做成老板 中间可以差到 差别可以上千倍 可是在香港就是 一倍都没有 这个我统计了一下 最低的三万多 最高的五万多 就这么样 那就说明香港社会稳定 对 就是大陆现在 变数非常大 基本上一个人 不容易大上大落 就除非你炒股市 或者炒楼盘 或者什么 要不然这个爆起 爆落的机会不大 不像大陆 但大陆这个爆起 爆落的机会 我觉得 也开始在缩小了 就尤其今天的 这年轻一代 除非 但也不能叫爆起 除非他是有背景的人 就今天我觉得 真的是到了90后这代 是直接是拼爹一代 对 因为他们的爹是什么人呢 要不然就是高干 要不然就是 在改革开放初中期 已经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所以到了90后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一代人竞争 会变得特别严酷 是直接拼家事 拼背景的事 这个就是所谓 利益阶层的固化 固化 你完全 他们有人讲 就是说这个 屌丝文化的形成 这学者就喜欢 研究这个社会背景 这为什么出现了 这种类似于 像周星驰的那种 就是说 对于这种 差的底调 这个什么都不行 然后呢 还把它进行了 一种玩世不公 甚至变成了一种 自我安慰 自我陶醉的这种 东西呢 是什么呢 他认为啊 是这个社会啊 就是如果太多的青年人呢 觉得没有丝毫的机会 就是说你完全没可能 对吧 你你你完全没可能能够上到上一个社会阶层 或者完全没可能 创业成功的故事 那只是传奇啊 只是传说的时候 那么容易产生出这样一种 玩世不公的 玩世不公的文化 虽然呢 我现在看了很多黑暗面 我在学校里的政治里面 看到 深深的体会到 我年轻时候相信的那个价值观信条 就是说你做得好 你就容易上去 我那个时候建立这么一套价值观 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很多上去的人并不见得做得好 很多做得好的人始终没上去 没错 但是 我还是坚持那个时候的想法 我觉得你就不管他周围环境怎么样 你自己过一辈子 总归是这样过比较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这样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是中产阶级的想法 因为呢 就那些个坏蛋 他能爬上高位的是吧 他呢 那是都是就特殊的 其实这种啊 就是说一个人呢 努力上进 你没有偷懒 你努力干 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 大部分概率的情况下 你也不会太差 但是你想多好 那你要靠机会 但是你要说 你完全不努力 个人完全的就是躺着 装上睡大觉 你那个 你在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觉得就是说 在一定的范围内 比如在一定范围内 比如我身边 我真的就是体会到 你看我用过化妆师 发型师 包括这个助理 我就我身边干活的这些年轻人们 我真是就感觉到 就是年轻人 他有年轻人的问题 你也不要好高骛远 到最后 为什么我就愿意给我的这个化妆师机会 就是因为他勤快 他认真的想 本来他管给你化妆 待会儿他经常说 文涛你穿的这个衣服 这个不好 我就研究 我觉得人家现在 这主持人都怎么穿 你慢慢的 你知道吗 是你自己的表现 你同样的一个 给你一个助手 整天迟到早退 要你去等他 那么你说 你说到最后 你不要抱怨 谁知道是哪门天才 谁知道是哪门天才 对 你说实在的 你这个好好的 你不迟到不早退 你认认真真 兢兢业业 在这个角度上讲 人才也难得 我现在找遍这个社会的年轻人 我很少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不迟到 交给你的事情 都能完成 完不成 及时的回报 最简单的 你做 我找不到几个人做到 你做到 我就 我用我现有的权利和资源 我就给你 我真的就会提升你 那么这 这又是 这又是另一番道理 但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这里还有个问题 就今天的这些大学毕业生 是我算不算已经是第几代的独生子女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 这个独生子女的文化 从八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叫独生子女 叫小皇帝 那么到了今天 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名词 或者干脆没有一个名词了 其实八十年代是真正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的时候 对 七十年代的时候 独生子女的政策是不严格的 是不严格的 是八十年代之后 那么到现在九零后 开始也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 就是八零九零是独生子女 对 那这样的一个文化底下出来的孩子 好处讲 我觉得他们挺天真可爱 坏处讲 这是他们比较太晚熟 那这个太晚熟的过程 刚才我说他们早老 你现在又说他们晚熟 因为我觉得他们早熟 不 他们是双向的 所以晚熟是两种情况都有 早老的意思是 他可能很早在社会里面被吹逼得很熟 但是另一方面的家庭里面 他们又被照顾得太晚成熟 所以常常一个人 同一个人身上 他会出现两种状态 早熟就不是真正的成熟 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可能同一个站在叼着 哎呀 我是老了 这种人呢 在另一个场合底下 你会觉得这人怎么什么事都靠他妈 对 幼稚的很 对幼稚的很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 我举个例子 就每年差不多要快毕业 要考研的时候 我会收到一些年轻人 叫我帮忙写推荐信给大学什么 那首先呢 现在香港的大学基本上已经不太相信推荐信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些的造假成分太高 第二呢 就是我现在接触越来越多年轻人 让我觉得很难理解那个行为 比如说他们有的会很转接在转接的 托一些朋友来问我 能不能帮他们问一下 某家大学收到他的申请表没有 我说这事你干嘛不自个去问呢 他说我怕我自个去问 万一他们拒绝我 我说那叫找面试机会 万一他们拒绝我 我受不了 我说这什么意思 他说你或许能够帮忙 但他这个话还是转接在转接的 那先不讲规不规矩 就是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 又或者说是 关系社会中长 要你帮忙写个什么推荐信或什么呢 他有时候有一些年轻的态度呢 就是那种觉得 就是用广东话讲 就给你好处了 叫你显示 什么意思呢 对有的 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是有些时候莫名其妙 收到一些学校给我的通知 说你这个学生 你是不是给他写了推荐信 那你再填这个表格 我说没有啊 我说什么什么意思呢 然后呢 他已经填了你的 对 然后我再打电话回去问的是 对 我没告诉你吗 对 你给我弄吧 然后还有一些呢 是妈妈爸爸陪着来 几乎就是那种就不行了 就好奇怪 就是好像一点自主 这都是要考研的孩子 但一点这种成熟一点的 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的能力 你都觉得好像不是太具备 是 是 是 在另一方面呢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有点善变 当然可能年轻人的通病 是不是 他总是处于一种啊 躁动不安的这个感觉之中 他不安心 你知道吗 在这儿还突然有说这个 哎 文涛老师 我今天晚上能跟你谈谈心吗 我说你谈谈谈什么 让你去那儿给他一千块钱 对 他对工作呀 他对工作呀 有很多的苦恼 他在犹豫着 我是该走 我是该开始留在这里 整天 那还是挺好 挺相近的 那算不算 那你得爱护人家这份心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喜事录